上一轮中超留下的话题不少 其中也包括一些悬而未决的事 比如广州恒大淘宝队的外员阿兰 究竟会被足协追加怎样的处罚 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闲话不多说 今天咱们不妨就列出一些 中超以往发生的球场暴力行为 来看看当时都遭来的是什么样的罚单吧 首先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 十年前的2008赛季 那一年的中超出了一桩大事 武汉光谷退出中超 不少人到现在都认为 把光谷逼退的就是北京国安 而他们的愤怒则来自于 陆江和李伟峰这次冲突 以及随后中国足协开出的抑制罚单 客观地看 这样的暴力动作 足协各打50大板 将陆江和李伟峰双双停赛8场 并不算夸张 如果放在去年中超赛场严打的时期 可能还轻了 只能说武汉光谷的退出 还是另有其因吧 2014赛季 国安主场对阵山东鲁能 炸药哥格龙一拳将鲁能队员带林击到 随即格龙被主裁判红牌罚下 除了红牌之外 格龙还被足协追加停赛三场 罚款15000元 主力前锋缺席三轮比赛 让当时育林军本就担补的封信 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2016年7月火爆的上海德比再次催生发单 上岗球员蔡惠康一脚踩在深发队员莫雷诺的膝盖上 莫雷诺也报复性地踢向蔡惠康险些造成两对冲突 依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 足协对蔡惠康执行联赛停赛三场 罚款15000元的处罚 进入到2017赛季 中超赛场能提供的判例就更多了 先是联赛首轮 苏宁队员特谢拉在第91分钟 用左手击打王云面部 最后时刻被红牌罚下 足协也对这一动作进行了处罚 特谢拉被停赛三场 外加罚款15000元 紧接着联赛第二轮 深花队员秦升在无球状态下 踩踏天津全剑球员维特赛尔 这次犯规不仅让秦升吃到红牌 还让他在赛后领到了上赛季中超最大罚单 禁赛半年罚款12万 深花俱乐部内部也做出决定 把秦升下放到预备队 并在经济上对秦升进行惩罚 6月18号广州复利同上海上港的比赛 上港外员奥斯卡在征求时侵犯他人 导致场上发生大规模巨拢和冲突 随后 上港队员傅欢 傅力队员陈志昭 李提香 在死球状态下冲向并推倒对方球员 或使用过分力量推击对方球员 冲突平息后 主裁判新向陈志昭和李提香 分别出示了一张黄牌和一张红牌 随后 傅欢也被红牌罚架 针对这次事件 足协开出了一系列重磅罚单 对于事件的始作俑者奥斯卡处以停赛8场 罚款4万元的处罚 对于傅欢处以停赛6场 罚款3万元的处罚 傅力这边 陈志昭被停赛7场罚款3万5千元 李提香也被停赛5场罚款2万5千元 从2017赛季开始 中超联赛对球场暴力 实施零容忍政策 国安队员也曾为自己的冲动 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联赛第14轮 国安外援伊尔玛兹受到挑衅 报复性推击苏宁球员李昂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冲动的伊尔玛兹 给自己招致一张红牌 足协决定 停止伊尔玛兹参加中超联赛5场 事件的另一方 李昂也被停赛4场 没等到处罚期结束 伊尔玛兹就决定离开国安 最终他以一张红牌一纸罚单 结束了自己的中超声明 当然离我们最近大家更清楚的 还是上赛季收官阶段 针对张希哲的那次处罚 对阵重庆当代立番 张希哲准备发借贷球时 被立番队员陈雷用手推了一下 希哲随即击打陈雷头部 主裁判将二人双双红牌发下 足协对此开出的罚单绝对重磅 张希哲被禁赛12场 这张罚单甚至惊动了国足主帅李皮 他在公开场合替希哲求情 希望能减轻处罚 但无论是李皮球情 还是国安方面提出上诉 都无法改变足协的决定 从事件发生到现在 五个月的时间里 张希哲都没在中和国安的正式比赛中登场